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关于生物演化的叙述 下列何则会是正确的 OK 好了这题有点难度 来我们看A选项 当生物生存的环境发生改变之后 生物会增加自身的遗传变异 来度过恶劣环境 你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 遗传变异这件事本来就该存在 正常而言我们都会有 随机的遗传变异发生 只是因应环境的改变而去挑选 适当的变异活了下来 懂我意思喔 并不是先环境发生改变 我才去累积我的变异性 它的前因后果反了 你务必要小心 所以A选项注意不要上当 再来看B选项 只要是后天造成了变异 就不会给指代 这个选项你会超想选 因为从直观而言好像很正确 但你忽略掉了一点 如果这个变异在生殖细胞上呢 那如果在生殖细胞上 我配子结合的时候 形成的指代是不是就被影响啦 所以B选项很可能你会想选 但你要特别小心 有这一个小小的弹书 务必要注意 再来C选项 我们的遗传变异是演化的先决条件 可以提供演化的基础 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 课本就这样叙述的嘛 再来主选项 基因重组 可以增加同种个体间的 今天的个体差异性 也就是我们的基因多样性 没有问题 所以主选项也是正确的 E选项其实跟A选项 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本来细菌就存在着个体差异 一定有那么几只细菌 本来就存在着抗药性 而今天就是因为我抗生素的使用 使得细菌身处的环境发生改变 才会有渐渐你发现抗药性 细菌这种种类 就有具备抗药性的这类种类的细菌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多 可以哦 所以它跟A选项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聪明的你如果A错 那E选项当然也错 因为我们今天抗药能力 本来就是正常的 也不会因为我抗生素用的更多 我才更累积这样的变异性 所以E选项我们也不去选择 所以聪明的你 那这一题如果要选择正确的 是不是就只有我画起来 画现的这两个选项 C选项跟猪选项最为正确 而剩下的选项老师只能说 它诱达几率也非常高 所以这一题是一个非常值得你 打三颗星要务必反复弄懂的题目 好所以正解答案选C和猪选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